你了解人工智能吗 特斯拉AI日的直播你看懂了吗 来 看懂的打个1 没有看懂的打个2 其实啊 看不懂是正常的 因为就不是给普通人看的 这都过去两周了 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 铺天盖地报道的都是特斯拉机器人 有人分析过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或人工智能吗 几乎没有 因为机器人好理解 几个参数介绍一下 哇 特斯拉出机器人了 人工智能太难懂了 到现在连个准确的中文翻译都没有 其实也不是语言的问题 国外媒体也是一堆的抱怨说看不懂 别说是两周时间了 这次AI日无论是信息的密度 深度和广度 还是几位大神的口音 都不是几天空间 功夫就能参透的 对于催根的朋友 我只能报以战术的假效 今天我就来尝试用人画掰开揉碎给大家唠一唠 特斯拉的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 它到底行不行 所以这是一个不讲特斯拉机器人的特斯拉人工智能分析 我不会按照AI日的顺序 因为太理论化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搜集整理 大量的资料 以一个大家都能听懂的方式呈现 所以会很长 你得忍一忍 分为上下两级 而且会经常跑题 但我可以保证的是极度的干燥 又生动有趣 推荐找个舒服的位置 准备好饮料 零食 坐下来慢慢欣赏 OK 那废话就这么多 频道的老铁们请把签到打在公屏上 我们开始 这就是特斯拉FSD Beta最新的可视化界面 你也可以认为这是特斯拉感知到的周围的环境 或者说是特斯拉眼中的世界 马斯克说特斯拉的显示屏尝试展现的是车的思维 Mind of car 所以智能电车或者说全自动驾驶 一切的一切的核心都是关于人工智能 当所有车企都在思考如何造车的时候 特斯拉思考的是如何赋予车思维 从这个纬度上说 特斯拉造的并不是车 而是形态向车的智能机器人 特斯拉也并不是一个汽车公司 而是一个智能机器人公司 说起AI就不得不提一下两年前 二马的试剂尬聊 当时杰克马认为 虽然AI现在可能在 象棋 精灵宝可梦等游戏当中 击败人类 但是他坚持认为 电脑最终只是我们发展的 多种智能工具之一 不要担心机器 他说 我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 人永远不可能制造另一个人 他说电脑就是电脑 电脑只是一个玩具 伊隆马当时的状态是这样的 它完全不同意 杰克马的观点 他坐不住 当时的状态就是不能反对更多 马斯克对此回应说 他说到某种程度 人工智能能够以所有可能的方式 完全模拟一个人类 或者同时模拟很多人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这样的模拟当中 马斯克认为 未来的AI会对人类沟通感到厌倦 因为相比之下 我们的思考会比电脑慢得多 那人类的讲话带宽有多大呢 大概每秒是几百个字节 算它几千个字节吧 而电脑能够轻易的在照照级别上进行沟通 所以他说 当AI得到极大的发展 电脑只会觉得不耐粉 跟人类说话就像跟树对话一样 所以他创办了脑机接口公司 关于这部分内容呢 今天先不讲 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以后有时间专门讲一下 注意啊 这里并不是要讨论谁对谁错 每个人的立场不同 观点不同 思考的维度不同 他们虽然在各自表述对AI的看法 讨论着AI 但很明显 他们口中的AI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或者说 杰克马看到的和他所能接触到的AI 与Elon Musk看到的 以及他正在研究的AI 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他们聊的就不是一个东西啊 聊了个寂寞 要弄懂特斯拉的AI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来解决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是纯视觉 到底是用纯视觉好 还是用雷达好的这个问题 争论了很久很激烈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人在怀疑或者不相信 某样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时候 会反复提醒别人这是什么 这个动作啊 往往影响的不是别人 而是怀疑者自己 其实是帮他自己建立信心 确认不敢相信的事物 比如隔壁老王问我 这是什么 我告诉他 这是一只狗 他没见过 不敢相信这是一只狗 他会反复跟我确认 这是一只狗吗 你确定这是一只狗 搞得好像我也没见过狗一样 我不但确定这是一只狗 我还清楚的知道它是一只二哈 那在老马宣布要放弃雷达 采用纯视觉和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 支撑的自动驾驶技术的时候 全世界都惊呆了 要么抨击视觉不靠谱 要么反复强调 激光雷达 毫米波雷达 有多好 有多重要 还有的说老马是为了省钱 降成本 才去掉的雷达 等等等等 就搞得好像老马 不知道什么是激光雷达 不懂毫米波雷达的作用 老马虽然扣门 但这件事绝不只是为了省钱这么简单 马斯克曾经说过 全世界的道路都是为人类驾驶而设计的 这句话就是特斯拉自动驾驶的奥义 它背后的逻辑就是 开车的是人 道路是为人类设计的 如果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感知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那就可以以无缝的方式过渡到自动驾驶 这是最为经济高效的方案 视觉是信息密度 以及信息量最大的驾驶感知途径 灯光颜色图案物质的类型材质等众多信息 都包含在视觉里 其实 其实啊 视觉还包含着位置距离和速度等信息 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 测量距离位置和速度是雷达的专长 靠摄像头是没法做到的 错了 视觉是包含了这部分信息的 我们想象一下 人的眼睛也不能发射超声波 也不能发射激光 就是靠纯视觉去驾驶汽车的 人类在驾驶汽车的时候 通过双眼的配合对物体的位置 距离和速度 有着强烈的感知 虽然无法精确的说出数据 无法做到雷达那么精准 但用来开车是完全够用的 反观雷达呢 它只能探测到物体 但不知道物体是什么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现在有两个司机 一个是视力正常水平的老司机 一个呢 是拥有超强视力的菜鸟 你愿意选谁送你回家呢 一老司机 二菜鸟 来打在公屏上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 应该都是选的 视力正常的老司机吧 说即不说吧 我没你我他 其实这个假设中的菜鸟 是客气的说法 目前上路的 大部分品牌的自动驾驶 应该说是辅助驾驶系统 应该连菜鸟都不如啊 那你就算给它装一个 相控阵雷达 也没鸟用啊 大家一直有一个误区 也是绝大多数厂商偷梁换柱 宣传的重点 就是纯视觉 不如雷达 有了雷达就万能了 视觉AI不强 也可以实现自动驾驶 那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的话 那直接堆料不就完事了吗 那人类不早就过渡到自动驾驶了吗 事实上 是不管你装了什么雷达 都回避不了视觉算法 那敲黑板 划重点 没有雷达 可以实现自动驾驶 所有号称雷达方案的车 也是依靠视觉跟雷达融合 才能实现辅助驾驶 没有视觉感知 再好的雷达 也无法实现自动驾驶 雷达无法替代视觉 更无法弥补不智能 或者说是 AI实力弱 这个短板 打个比方 正常人需要戴眼镜吗 不需要的 视力不好的人才需要配眼镜 给视力不好的人配个眼镜 是可以改善视力的 相当于一个矫正的视力 但你给一个盲人配眼镜 还管用吗 同样的 正常人不需要盲障 只有盲人才需要 但你给弱智再配一个盲障的话 他也不会走路 好 通过以上的讲解 大家明白了 视觉的重要性 以及特斯拉做的就是 模拟人类的一整套 视觉和大脑处理信息的方法 具体的做法非常的复杂 我们一步一步来讲 在特斯拉的车身四周 有八个摄像头 或者说相机 摄像头的结构和原理 跟人类的眼睛很像 都是采集光信号的传感器 那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对拍摄到的图像进行预处理 我们知道 厂商不可能做到 每一台车的每一个摄像头 都完全一致 车身有八个摄像头 安装的时候 总有一些角度的偏差 而且不同焦段的 摄像头的镜头积变是不同的 就算是相同型号的摄像头 也有个体的差异 那因为特斯拉是纯视觉的FSD 所以获取准确的图像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第一步就是对图像进行校准 校准后的图像更清晰准确 并且处理出多个不同分辨率的版本 分别给不同的模块使用 特斯拉采用的摄像头的分辨率是 1280x960 12bit色深 对了 这里差一句 很多人说特斯拉的摄像头画质不好 比如说倒车影像 后方摄像头其实是正确还原的 而两侧的画面是灰灰的 其实这是一个RAW格式的影像 玩摄影的同学都应该知道 类似于相机的LOG 通过这种格式可以最大限度的记录更多的信息 通过调整不同的参数 就可以获得非常多的阴影或者高光的细节 有一些甚至是人的眼睛看不清的一些信息 如何去理解呢 就是这几年的手机的暗光拍照越来越厉害了 有些人看上去是全黑的环境呢 用手机倒是能拍出非常亮非常多的细节 这就是传感器的发展越来越厉害了 而特斯拉的传感器呢 可以记录12bit HDR视频 要知道iPhone去年才上到10bit的HDR标准 我们的索尼大法去年才推出了10bit的专业相机 还有人说特斯拉摄像头的分辨率低 国内很多厂商都是4K的 高分辨率带来的是数据量的剧增 全车8个摄像头全部换4K 你想想看这是多大的数据量 不管是储存还是运算都是巨大的负担 以后特斯拉应该会升级分辨率 但先要上4.0的硬件 老马说了 目前还没有完全榨干硬件的性能 目前的硬件就可以实现自动驾驶 那如何才能开车呢 首先对道路以及道路上的状况要有感知 最基础的就是要能够准确的识别物体 车载摄像头拍摄的是一帧一帧的画面 每秒36张 这是常见的一张 包含了很多的路面元素 比如路标 红绿灯 车子 锥子桶 树木 地面的各种滑线等等等等 这也叫做鱼翼层 这些内容都是需要识别出来 别看这是小朋友都认识的东西 但你要让机器去准确的识别是非常的困难 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困难的多的多的多 因为电脑是没有思维的 没有意识的 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意义是什么 他甚至不知道这些物体的边界在哪里 对他来说 一只二哈和一个鹿桩没有任何区别 那物体的探测就非常的复杂 简单的去框东西都有很多很多种的算法 如果要被高效准确的识别 就需要大量的机器学习 我们就以stop sign 就是路口的停止路标来举例 要识别清晰正常的stop sign 很多厂商都是可以做到的 对不对 但现实世界中的标牌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还有的是举在手里的 有的是放在横杆上的 有的甚至是有条件的 比如下午几点几点开始 这个路牌就生效了 其他时间不用管 那被遮挡是家常便饭 可以说变化多端千起百怪 特斯拉的识别做得非常的准确 开过特斯拉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有些车道线或者是红绿灯 人都没有看见 或者说人都没有看清楚的时候 特斯拉已经准确的把它识别出来了 那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就是大量的AI学习 这个技术叫做计算机视觉 也就是所谓的CV 最基础的就是图像的分类 检测和分割技术 机器学习跟机器匹配或者说机器的检索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大家不要混淆 所谓的机器学习就是 人把图像中的物体标注出来 就是语意分割 然后把素材让机器进行学习 不停的问AI 这是不是stop sign 答对了就过 没答对呢 继续训练 开始会很慢 但越往后呢 机器的准确率就会越来越高 那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是AI最大的武器呢 来打在公屏上 或者留言跟我讨论一下 对了 数据 目前有超过150万辆特斯拉在全球各地的马路上跑 他们把各种各样的detector 检测器部署在每一辆车上 通过影子模式 shadow mode 抓取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数据 他们还拥有1000多人的标注团队 来对素材进行处理标注 这个训练素材的量可以说是无人能敌的 不止如此 他们的机器学习的算法也非常的先进 还利用了改变曝光参数 以及图像 增加噪点 增加遮挡等方式来提高难度 确保机器见识过现实中的所有stop sign 它的识别准确率就越来越高 因为你见过的 它见过 你没有见过的 它也见过 不需要任何的硬件改变 只需要软件的升级 就可以不停的部署各种各样的trigger 来抓取训练的素材 获取海量的数据 来针对性的进行训练 这张图片就是目前部署的triggers 不仅仅是stop sign等标识 特斯拉团队会抓取各种各样感兴趣的情况 比如雷达视觉不匹配 比如少见的路面倾斜 不多见的路面急转弯 进出隧道等等等等 只要触发了部署的trigger 那数据就会被抓取下来 每辆特斯拉同时运行着无数个神经网络 就是这样的多头结构 这是AI日展出的最新版的 多任务学习的九头蛇网络 也是特斯拉第一次给出了backbone的结构 Gragnet以及bottleneck Andre Kaposi解释了单目检测 然后融合的问题 不如直接在特征空间融合 然后在multihead做检测和位置的估计 这部分的内容非常的精彩 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理解 知道大致的概念就好 那多头用来运行不同的任务 有的用来探测移动的物体 有用来识别道路线的 有用来抓取道路的边界的 等等等等 这种多头结构的好处就是灵活高效 当需要部署新的任务 或者对部分内容进行调整 重新学习的时候 就不需要全部重新再来 只需要更改局部的设置就行了 好识别了物体 我们还需要知道物体的位置和距离 这就是深度感知 部署了雷达的系统就依靠雷达来做深度探测 那纯视觉是如何探测的呢 基于视觉的深度感知的算法有很多 有单目测距算法 就是利用单个摄像头测算物体的距离 有刷目测距等等 人类就是依靠两个眼睛可以感知物体的 也就是刷目测距 这样的算法早就有 而且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知道两个相机的焦距和两个相机的距离 通过几个中学数学公式就可以算出相机与物体的距离 其实就是相似三角形的算法 通过这套算法是可以做出简单的深度图的 当然这是最简单的深度感知的算法 这里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OK 识别了物体 探测了物体的位置 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自动控制了 这是特斯拉几年前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对物体的识别标注以及测算都还不错 这也是目前其他厂商的做法 对单个画面进行处理 但这样的技术应付封闭的道路还可以 比如在高速或者高架 但在开放的道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开放道路的路面情况更加的复杂 基于单个画面的检测学习 就算做到了极致 也无法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问题 自动驾驶系统就是要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而老马也说了 现实世界的AI是很难很难的 那他是如何做的呢 我们生活的是一个立体的世界 而摄像头拍摄到的是pixel image 就是由多个像素点组成的平面图片 而我们在这样的单独的图片上 感知的并不是真实的世界 人类通过眼睛观察周围的世界 在人的脑中进行还原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世界 不一定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而是人脑进行实时翻译 实时构建的一个三维世界 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 这里就呼应了开头我提到的 老马说的mind of the car 特斯拉感知到的世界 而特斯拉所做的就是像人脑那样 利用围绕在车身的摄像头 进行实时的建模 把一张张平面的图像融合 还原出一个真实的立体空间 这就是vector space 向量空间 在向量空间中 每个点都可以用三个数字代表位置 注意这个向量空间 不是一些厂商那种图像合成的 倒车影像的概念 那个只是图像的简单拼凑 特斯拉是精准到每个像素点的三维空间 可能还有人不理解 好我们再请出可爱的二哈 这是相机拍摄到的二哈 它其实就是一个个像素点组成的平面图像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向量空间的二哈 它的颜色尺寸位置 这些信息都可以清晰的显示出来 OK 我们要把周围的每一辆车 每一个行人 甚至每一棵树 以及道路的长度宽度形状等信息 全部都会投射到向量空间中 再做成bev鸟看图 让车在立体的空间中行驶 这就可以实现非常精确的控制 其实做鸟看图也有很多种算法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 很多的论文都详细的论述 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判断同一个点在不同摄像头上出现的位置 其实就可以大概的判断出方位 但仅靠这样的判断并不准确 也不可靠 如果这个路面是有高低起伏 或者某一个点的摄像头被遮挡 那就很不好办了 所以要依靠纯视觉通过平面图像建模 并做到像素级的准确 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那特斯拉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就是Transformer Transformer是很新的神经网络的学习方法 非常的复杂 我这里不展开讲 展开我也不会讲 在这里 它的作用就相当于创建了空间特征的词点 可以用来查询各个点位的位置信息 这个算法是基于大量大量的多机位摄像头视频素材的训练 并且通过激光雷达校正 你没听错 很多人说特斯拉放弃了雷达 这是不准确的 特斯拉虽然没有将激光雷达部署到每一辆车上 但它拥有激光雷达的车队 在路上不停的跑 对基于纯视觉神经网络学习感知的数据进行校准 换句话说 没必要在每一辆车上都装一把尺子 你只要知道换算的规律就可以了 而且基于算法的优化和大量素材的不断学习 纯视觉的测量 也就是纯视觉模拟雷达 的算法的精度不断的提高 越来越接近雷达的测量精度了 我们来看一下对比 之前单摄像头测量和预测的是黄色图标 而采用多摄像头纯视觉算法的是蓝色图标 可以看出不管是测算的精度还是稳定度 都是有质的飞跃 我们来看这个有点Nobility的图标 蓝色代表的是最新的纯视觉算法的结果 而绿色是雷达的结果 上面这个图标是深度检测 下面这个是速度的检测 不管是深度还是速度 新算法都跟雷达的结果几乎一致 打脸了吧 那些一直质疑纯视觉的人出来走两步 其实特斯拉去掉各种雷达的行为 并不是一拍脑袋的决定 每天激光雷达都在路上跑 速度雷达的数据越来越好 是真用不着了 人家的技术到了这个份上 是用测算的数据说话 好 你以为这就完事了 还远远没有 我们继续 识别了物体 创建了向量空间 这就相当于搭建起了框架 我们还需要路面的各种细节 相当于皮毛或者说是纹理 而且越细越好 特斯拉就是运用不同的神经网络 时刻不停的抓取着各种不同的路面元素 这就是同时运行的N 搜集到的路面信息 将这些信息叠加 搜集到的信息的量 比正常人的眼睛观察到的都要多 等到积累了足够多的信息以后 特斯拉不但可以感知道路 更可以预测道路 这是他对于陌生道路的感知和预测 是不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但不止于此 特斯拉还可以通过调用不同时间 不同车辆拍摄到的同一地点的图像 进行合成 我们知道车辆在行驶的时候 难免会被一些物体或者别的车辆所遮挡 但如果把多辆车经过同一路口的数据进行叠加 不但可以相互印证 还可以取长补短 这就相当于一手长诗 让一个小朋友来背 他会背得很吃力 也记不住 如果让100个小朋友来被同一手长诗 每个人只要背一两句 拼凑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事 这就相当于创建了一张立体的高精度地图 怎么样 这个精度是不是非常的惊人 要知道高精地图的问题就是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主要是维护的成本 因为精度高 路面的细小变化就会影响准确性 路面的情况是在时刻不停的变化的 就需要不停的做维护 而特斯拉的这张立体高精地图是实时更新的 这不但对于行车非常非常有用 以后路面有任何的危险 比如有一条大沟 或者硬颈盖被偷走了 他可以做到提醒后面将要开过来的特斯拉 当然特斯拉并不是用高精地图来实现自动驾驶 你没听错 特斯拉并不是使用这套高精地图来实现自动驾驶 虽然可以 但不是 他们不会长时间的保留 他们到底用这套地图来做什么 卖个关子 下集会告诉大家 好 你以为这就完事了 还远远没有 刚才我一直在给大家解释特斯拉如何实时构建三维的向量空间 又一个重点来了 他们引入了时间模组 这就是所谓的四维空间的概念 注意 这一步是非常的关键 有了这个时间的概念 使得特斯拉具备了我上面所说的感知物体的速度 以及运动轨迹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继续请出二哈 我们知道摄像头拍摄到的是连续的多帧的画面 我们代入时间以后 每一帧图像就有了时间的信息 第一帧的二哈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下一帧 二哈抬腿了 人看到这个动作就知道二哈要跑了 特斯拉AI也是这样设计的 通过对之后带有时间的多帧画面进行学习 可以判断它要向哪跑 从它在两点之间的运动的时间 就可以测出它的速度 这就是跟踪速度 有了这个时间的概念 只要之前测出了物体的大概速度 就算它被遮挡 神经网络仍然可以测算出它的位置 这就具备了预测速度的能力 要知道测量速度跟预测速度是完全两个层次 有了这样的能力 我们知道了道路上的移动物体的速度跟加速度 以及可以预测出它到每个位置的速度和时间 这样对复杂的场景 比如我们的车要向右转弯 加入这样的一个横向队列就变得简单了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 其实还有更神奇的 人们发现特斯拉认识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这种认识不仅仅是把东西挑出来 还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慢慢的开始具备了意识 开始理解这个世界 人是怎么走路的 动物要怎么跑 车是怎么运动的 分辨出物体的性质很重要 它就知道二哈跟路桩的区别 就可以知道哪些东西是会动的 哪些东西是不会动的 大家猜一下 如果有人趴在地上爬 特斯拉识别出来的是人还是狗 能骗过特斯拉吗 来看结果 我知道生物行走都是有各自的特征的 但如果你能把狗的步法学的很像 就可以骗过AI 好 我们会做一个不同的走路 你准备吗 是的 我看见了 跑了 Jack 还要留着 但随着系统的不断升级 相信越来越难 特斯拉能识别理解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比如车辆的信号灯的含义 比如前车刹车了 或者周围有车打灯变道 它就能做出相应的反应 那在我之前的认知里边 要实现完全自动驾驶 万物互联 车与车之间的通讯沟通 甚至是车与交通设施的沟通 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比如有车要变道 就发送一个消息给周围正在自动驾驶的车 这样极大的提升了安全性 这也是我当时认为的自动驾驶的最终形态 没曾想特斯拉在没有增加任何的硬件的情况下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想象一下 未来车都用自动驾驶了 就可以通过信号灯来传递信息 而不用额外的增加硬件 机器比人更遵守规则 不会去别别的车 也不会变道不打灯 而且车身的信号灯理论上 可以用作传递更多的信息 可以跟周围的车进行交流 这样行车就更安全了 以上讲的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震撼到你了 你以为这就完事了吗 还远远没有 不过这期就到这里 我已经累得够呛了 下期更精彩 高潮在下一期 还没有人真正分析讲解过这部分内容 所以不要错过 如果觉得我的讲解还不错 务必点赞收藏留言支持一波 也可以分享到朋友圈 或者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看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认识我呢 好吧 现在我们认识了 我是VN 这是一个专注于高品质生活的科技类频道 记得确认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Peace 名字幕志愿者 大家 mrим 字幕志愿者 陈光 s拍《患之声》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